欢迎来到我们坚信金系教会的华语聚会 特别要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不管你是在现场还是在家中 你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还有我们所有的新朋友 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热烈的欢迎你 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周末 因为今天是儿童节的周末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儿童的话 你就转向他们跟他说儿童节快乐 非常感谢主 我们也是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 今天我们有这个福气 能在奉耶稣的名在这里 或者在家中敬拜上帝 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来祷告 把这个聚会交托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 主啊你的话语告诉我们 当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 圣灵我们欢迎你 不论我们现在在这个出外中心 还是在我们的家中 身在何处 主请你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主耶稣让你的同在降临在每个人的身上 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队 给她们鼓励了对对对对对对 er 我们就站起来了 我的这边 左右 右边 我站右边 右边我介绍一下 这边右边是我们的佩玲牧师 大家跟佩玲牧师讲哈喽 然后左边 左边是我们雁廷牧师 大家好 所以佩玲牧师还有雁廷牧师 我们要一起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来敬拜祝 所以家庭在家 鼓勉牧师和父亲们 一起做动作 家长们 我们就一起跟我们的孩子们 一起用动作来敬拜祝 可是你们可以先教我们一些动作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我们这会唱的歌呢 有大山 大家怎么做大山的动作 大山 大山 为我挪开 一二三 推开 大山 为我挪开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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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路出来 从这边出来 再一次 大海 有路出来 太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就一起来赞美主 宣告 耶稣是主 Amen 來 一起拍手 拍著笑容 雖然道路擠去困難先逐 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擔詞重擔 但我心中相信你一直牽著我 我們一起宣告 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項 彰顯是假的愛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雖然道路擠去困難先逐 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為何擔詞重擔 但我始終相信你一直牽著我 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項 彰顯是假的愛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肯改 你保守我的心懷 緊握你雙手不放開 你的話讓我明白 你愛我永不肯改 你保守我的心懷 緊握你雙手不放開 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項 彰顯是假的愛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我們再次宣告大山 大山為我挪開 大海有路出來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你手上的定項 彰顯是假的愛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你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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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ип porque sulla聲宣告耶穌你 看到一個雙手 你愛有不必力量 從今世直到永遠 你永續不會改變 你的保鞋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傷口 你的復活能改變 一切的走出 成為祝福未美 我們要高舉你生命 你陪伴所有最大的讚美 我們要用全心 和全意來敬拜你 我們要懷孕你來臨 原地人設立包座在這裡 我們要張開口不提讚美你 你是我吸了泉源 你是我喚醒跳躍 你是我自由飛翔 不再被罪惡捆綁 你是我永生盼望 你愛有無比力量 從今世直到永遠 你永續不會改變 你的保鞋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傷口 你的復活能改變 一切的種族 成為祝福 我們要高舉你生命 你陪著所有最大的讚美 我們要用全心 和全意來敬拜你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願你來設立包座在這裡 我們要張開口 不提讚美你 我們要高舉你生命 我們拍手 願你陪著所有最大的讚美 我們要用全心 和全意來敬拜你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願你來設立包座在這裡 我們要張開口 不提讚美你 我們要高舉你 我們要高舉你生命 我們拍手 願你陪著所有最大的讚美 我們要用全心 和全意來敬拜你 我們要歡迎你來臨 願你來設立包座在這裡 我們要張開口 不提讚美你 大美主 好興奮 有很大的氣氛在這邊 是啊 因為耶穌在這裡 Amen 好不好 我們大家張開我們的 高舉我們的雙手 我們高舉我們的雙手 我們閉上我們的眼睛 我們把我們的心態 就安靜下來 主啊我們歡迎你 主啊我們渴慕你的同在 今天我們要告訴你說 主我們要愛慕你 耶穌 我要愛慕你 我要愛慕你 請到我的生命 請到我的生命 你是我唯一所求 讓我心淡淡可慕你 耶穌淡可慕你 耶穌 我要愛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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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我的生命 你 你是我唯一所求 你是我唯一所求 讓我心淡淡可慕你 我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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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身旁 你的身旁 貼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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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可不需求你 耶稣 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请到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渴慕 我们再次学一道 耶稣 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请到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渴慕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 无知己 让我走向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你的身旁 贴近你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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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旁 贴近你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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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在祢 手心中 祝祢真偉大 How awesome You are 祝祢真偉大 How awesome You are 永恒的主 唯一的主 上帝 在这时刻里 我就感受到 谁要告诉我们 祂有多么的爱我们 You know children God says to you that He loves you You are not alone But He is right there with you and He loves you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 你需要听到神告诉你说 你是我的孩子 我爱你 好不好 我们用这段时间 来领受神的大爱 Oh Jesus We know You are His You are Hi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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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you Good power Good power 祝你這位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這位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深深愛我 和我在你熟悉中 祝你這位的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這位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永恆的主 唯一的主 祝你這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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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wesome you are 祝你這位的 How awesome you are 永恆的主 祝你這位的 祝你這位的 祝我定完 沒計劃 我一生 祝你這位 祝我祝你這位 神祖 神祭 愛你 和我合你 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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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时刻 上帝对我说 如果你的父亲 是一个经理 你会觉得很骄傲 你也知道 不论生活发生什么事 你身为经理的父亲 会帮助你 有能力帮助你 那如果你的 父亲恰好 是新加坡的总理 那你就感到 更有安全感 因为在这里 你的父亲是有能力 有权柄的 他有很多的资源 有很多的人脉关系 可以帮助你 那如果你的父亲 是美国的总统 那就更了不起了 因为是美国 世界强国的总统 可是今天 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 你的父亲 你的属灵天赋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是死里复活的 主耶稣基督 他创造一切 他满有能力 他能起始回生 他能使不可能的 变成可能 今天不论你的生活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你有这一位 有能力 有权柄 而且丰富的慈爱 也在他的心中 他越力帮助你 所以现在不论 你的处境是什么 现在我要你 为你自己做祷告 我们现在就进入 这段带导的时刻 这段带导的时刻 如果你的生活 过得很好 你要感谢上帝 如果你的生活 现在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呼求上帝 而我们当中 有些人 对这个疫情 有很大的负担 我们现在就 花这段时间 我们求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这位 蛮有能力的天父 来帮助我们 聆听我们的祷告 应语我们的祷告 来医治这片土地 让我们看见自由 让我们看见 人们不再受捆绑 不再活在恐惧当中 而是能自由地 活出得胜的生命 所以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不论你是为谁 还是为自己做祷告 你是来到 爱你的天父变前 我们现在数了 一 二 三 圣灵现在 祂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 不要怕 不要害 不要有恐惧 要有坦然无惧地 来到上帝 施恩的宝座面前 来呼求祂 来领受祂的恩典 来领受祂的怜悯 主耶稣 你帮助我们当中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无论是那些得病的 还是那些活在恐惧当中的 主耶稣 今天我宣告他们得自由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捆绑 撒旦魔鬼一切的权柄 一切的权势 在我们当中 我们宣告主耶稣 我们不活在恐惧当中 我们要活出 自由得胜的生命 十字架的大能 现在充满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主啊 我们呼求祢 来医治这片土地 主啊 尤其是那些 在前线我们的 我们这些医疗人员 那些在前线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 求祢的同在 与他们同在 主耶稣 我们也为我们的政府 为我们所做的一些的措施 主啊 我们不是建立在 自己的智慧之上 我们求的是祢的恩典 祢的怜悯 祢的慈爱 所以主耶稣 不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现在经历的是什么 主啊 我祷告 祢把祢的突破赐给他们 祢把祢的恩典 更加丰富的 大大的赐给他们每一个人 让他们的心里有平安 让他们的心里有一个依靠 知道主耶稣 祢是他们的天父 你必不离弃他们 你必不撇下他们 你与他们一定会走出 这个死硬的幽谷 必来到这个安息的水边 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 也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祢 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来我们鼓掌给主 把所有的赞美荣耀敬拜 都归给祂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那多少个人 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你跟我挥手 我相信在家中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也同样的感到 上帝大烈的同在 在你的家中 在你的心中 那好不好 现在我们就跟彼此 你周围有人的话 跟他们打个招呼 跟他们说 上帝与我们同在 谢谢大家 请就坐 那现在我们要以 另外一种方式 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那就是我们要 把我们的奉献 交通给我们的神 那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不会有这个奉献带 我们会以电子的方式 来收取今天的奉献 那如果你看我们的荧幕的话 现在你会看见 一个两个方格子 我们红色的方格子呢 是我们立场的十一奉献 那蓝色的方格子 是我们超越 就是用信心 凭着信心 我们要给的这个宣教信心奉献 那你要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二维码呢 一定要用你的银行手机的程序 来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呢 如果出现什么技术上的问题 你别担心 你也可以去这个荧幕上的网址 我们这个网址呢 电子方式是24小时 七天都开放着的 所以你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你就别担心 那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 把奉献交托给上帝的时候 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低下我们的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 你是我们最好的礼物 天父 你也不惜一切 把你的独身子赐给我们 主耶稣今天当我们把这个奉献 献给你的时候 主耶稣 这是我们对你表达我们的爱 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供应者 你供应给了我们很多很多 我们有数不尽的恩典 数不尽的祝福 今天求你使用这个奉献 也祝福每一个给奉献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机会 继续的奉献 能把这个福音传遍新加坡 直到世界的地极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谢谢大家的慷慨 那么现在呢 我有一个报告要给大家 就是呢 有关于恢复实体聚会的这个事项 那下个周末呢 10月16日跟17日呢 是轮到文泰牧师 还有庙兰牧师的团队 出席星期六晚上7点半的英语聚会 就是Pastor Alicia跟Pastor Amantai 然后呢 星期日的华语聚会呢 则开放给所有的会友呢 订票和出席 那我们教会的领导呢 现在正在紧密地观察当前的疫情的形势 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 公布更多有关于 恢复实体聚会的其他的计划详情 那请大家就注意我们的网站 或者跟你的团队牧师来 就是问他们 有没有最新的事项 那就是今天我所有的报告了 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因为今天是儿童节周末 我就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主任牧师 来特别地对所有当中的小孩子们呢 说几句话 那这是一个特别的周末 我们要纪念所有的儿童们 我知道在家中有很多的儿童正在观看 那这个周末呢 我们的G代儿童团队呢 也预备了一些活动 给这些小孩子 可是今天还没开始讲 我们的信息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那些在家中的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你叫他们站起来 因为我们要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 那不如我们身在何处 或者是在教堂里面呢 我们也同样要 同心合一地为他们做祝福祷告 所有的孩子们 上帝要你们知道 你是他奇妙的杰作 你对他是珍贵的 他非常的爱你 所以这个周末 全教会要祝你们儿童节快乐 现在我要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同心地为他们做祷告 家中有孩子的 你也把手举向他们 我们现在来祷告 主我们为每一位孩童 献上感恩的心 我们知道他对每个家庭 都是祝福 所有的孩子也是我们 这个群体的祝福 所以所有的孩子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你会成长成为神 要你成为的人 上帝会大大的使用你 更重要的是 我们祷告 你会认识你的天父 你会深知他 你每一步 他都与你同行 我们祝福你 愿你找到 从上帝而来的喜乐 愿你知道 你的平安 是从他而 唯独他而来的 我们爱你 上帝也爱你 我们祝福你 从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Aleluia Praise you Lord 张美主 那这个周末 既然是儿童节的周末 我们就要带 一个信息 有关于孩童的 我就在想要 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就决定 要跟大家分享 向小孩子 学习的信息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重要的信息 不论你的年龄 是大还是小 所以这个周末 是儿童节周末 我们讲是 非常的贴切 那确实的就是 每个大人 都可以从小孩的身上 学到东西 有些时候 我们生活着 要赶快长大 我们就觉得 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所有做小孩子的东西 都要全部忘记 那当然呢 我们长大 就要离开 这些幼稚的行为 可是我们长大的过程 上帝也呼召 我们要有童真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 分享耶稣 跟我们说的一段经文 是他跟他的门徒们 发生的一个故事 我们就看 马可福音 第十章 第十三到十六节 有人带着小孩子 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了就恼怒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这是一段 非常有能力的经文 耶稣教了我们 一个非常简单的功课 如果你要进入神国 你要像小孩子一般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要跟大家 分享向小孩子学习 让我们看小孩子的时候 一方面有一些 幼稚的行为 我们要抛弃 那保罗就有教导了 我们要离开 这些幼稚的思想 可是另一方面 耶稣也指教我们 要像小孩子一般 有关于像小孩子一般 有一些重要的部分 我就在想 为什么耶稣 要教导我们 要像小孩子一般 有一方面 是要我们 不要藐视 这个童真 另一方面 他要我们明白 我们身为上帝儿女的 这个身份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 我们来看 罗马书第八章 十四到十六节 因为凡有上帝的圣灵 引导的人 都是上帝的儿女 你们接受的圣灵 不是使你们做奴隶 乃就害怕 而是使你们做儿子 可以称上帝为 阿爸父亲 圣灵亲自于我们的心 一同见证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还有另一节经文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一节 你看 付赐给我们的是 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 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 祂的儿女 所以圣经 称呼我们为 神的儿女 不论你是看 罗马书第八章 还是约翰一书 你仔细地一想 上帝可以说 我们是祂的子民 我们是祂拣选的子民 祂也可以说 我们是祂的基业 祂也称呼我们这一切 可是特别要关注的是 上帝也特别地指定 我们是祂的儿女 因为这是祂要我们 知道我们的身份 的一部分 的确我们是祂的子民 我们是祂拣选的 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 这里有一个 非常注重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 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们就看这个有趣的地方 第十三节 有人带着小孩子 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所以当时有家长 把他们孩子们 带到耶稣面前 要他们领受祝福 可是门徒做了什么呢 要记得的就是 这些是耶稣的门徒 最靠近耶稣的人 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责备了这些家长 这里是非常强烈的字眼 不是说他们阻止 这些小孩子前进 没有说他们不开心 而是门徒责备了那些人 是非常强烈 而且苛刻的字眼 如果仔细地想一想 我们或许可以明白 为什么门徒 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化 有些时候 有一些场合 也不想这些小孩子出现 我记得我成长的时候 我们会去探望 这些亲戚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所以小孩子会跑来跑去 也非常的吵闹 所以我们那些小孩子 都给亲戚们骂过 他们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这些小孩子应该被看到 可是不应该被听到 他会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份 你们要在这里 就大人说话 小孩听就好 这个或许就是 门徒们那时候的想法 所以就有这样的文化 或者这种思想的小孩子 某一些地方 是没有这个地位的 可是圣经教导的 我们的就是相反的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的 不是叫我们幼稚 而是要我们有这个童真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可以从小孩子身上 学习到的四个教训 我们或许认为 一些小孩子的特征是幼稚的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 我们就可以学习到 他们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这四个教训是什么呢 第一 我们看见小孩子 是一心求胜的 可是在过程 他们是不断成长 我不是在指他们 在身体上面 是在快高长大 而是在他们的个性 在他们的技巧 技术方面的成长 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们有一个求胜的心 很多小孩子 什么东西都要排第一 所以有些方面 会有一点幼稚 那些家长有多过一个孩子的 或者你成长的时候 有弟兄姐妹的 你就会发现 我们常常竞争 要看谁第一名 谁是第一个上车的 第一个上地铁的 第一个进电梯 第一个按那个按钮的 我就看见很多的家庭 他的小孩子 就会跑去这个红绿灯 去按那个按钮 我就看到很多的家长 就在这个交通灯那里 处理他们的孩子 因为一个孩子 先按了按钮 另外一个按不到 就开始哭了 我们就看见孩子 有这种特征 他们有一个求胜的心 他们年纪小的时候 可能这个方面 有一点幼稚 可是如果仔细地一想 他们的这个求胜心 也是帮助他们 不断成长的 所以当小孩子 成长的时候 他们开始跟朋友们竞争 他的朋友就说 我可以做这个 他们做不到 一个小孩子听到这样的话 他会做什么呢 谁说我不能做的 我会去尝试 我会去练习 我要去确保我能做到 我在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潮流 在学校当中 就是玩那个摇摇 所以每个人就开始 玩这个摇摇 有一些学生 一天就会带 三到四个摇摇 来到学校 他们是非常地喜欢 他们会去打扮 去装饰这个摇摇 有一些就会发出 一些灯 在转的时候 就有声音出来 那就有一个孩子 会在学校当中炫耀 说我会做这个 我会把戏 我们其他的人 看见的时候 我们就说 如果他做得到 我也会做得到 我们就回家 不断地练习 直到我们做得到 如果你仔细地一想 这里有一个健康的竞争 在发生 那就造成了一个 在技术上面的成长 这就是我们在小孩子身上 看到有趣的地方 我们可以学习的 那这里就是 我们年纪长大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哎呀不用什么 都排第一吧 就放轻松 那当然我们不需要 跟每一个人比赛 可是最基本的 我们要挑战 我们自己 让我们可以 继续地自我成长 那不管你是 十岁还是八十岁 我们还是要 不断地成长 我们不可能 像以前的我们 还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 看孩子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 可以得到的教训 我就记得 大卫王的故事 大卫王呢 去挑战 这个哥利亚 那时呢 他还没有成王 他其实是一个青少年 那当时呢 那以色列军呢 正在对抗 哥利亚 还有这个 菲利斯人的军队 那大卫年纪太轻 还没有参军 他的父亲就 差派他去把食物 送给他的哥哥们 还有这些士兵 他去到那里的时候 就听见 哥利亚在 辱骂以色列的军队 我们就来看 撒末尔纪上 十七章 第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以色列人彼此议论说 看那个人 他是来向 以色列军骂政的 谁要能杀死他 王必有重赏 还会把女儿 嫁给他为妻 并免去他父亲家 在以色列 应角的赴税 大卫问 站在旁边的人 如果有人 杀了这菲利斯人 洗掉以色列人的羞辱 他会得到什么呢 这个未受 割离的菲利斯人是谁 竟敢向 勇活上帝的军队骂政 他们就把刚才的话 一一告诉大卫 大卫的掌兄 以利亚 听见他跟人说话 就愤怒地对他说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把旷野的那几只羊 交给谁了 我知道你 骄傲自大 心怀恶意 你来只是想看打仗 大卫说 我做错了什么 我问一下 都不行吗 这里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段 我们常常会跳去 大卫王跟 扫罗的谈话 然后去打败 哥利亚 可是这里就看见 大卫跟他的哥哥 说的交流的话 这里就看见 一个手足之间的竞争 哥哥看见 弟弟跟其他的士兵 说话 圣经告诉我们 他就发怒了 那时候大卫做错了 什么事呢 他什么都没做错 可是哥哥就发怒了 我们就来看 大卫在29节的时候 说了什么话 我做错了什么 我问一下 都不行吗 我看见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 都像小孩子 哥哥生气呢 弟弟就说 我做了什么事 当我读的时候 我相信当时呢 大卫的身上 有一个求胜的心态 他看见了一个挑战 他要去面对 这个挑战 所以之后 我们就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跟扫罗王 谈话 就说 我愿意去 跟哥利亚对抗 他没有在这个挑战 之前退缩 那我不感到惊讶 如果大卫他 这些人都认为 大卫不该在那里 他哥哥明确地认为 大卫不该在那里 可是大卫听见了 一个挑战 他要兴起来 面对这个挑战 的确就是因为 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他的信心就在成长了 那最终呢 大卫成为了 大卫王呢 他的这个经历 在这里的经历 是非常的重大的 因为每个人呢 都就觉得 大卫是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的 可是大卫却说 我要面对 我要接受这个挑战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他去扫罗王面前说 我要对战 这个费利士人 我们也需要有 同样的这种灵 有些时候 我们面对一个挑战 我们跟自己说 我不要去管这个东西 或者是别人跟你说 这不关你的事 那可能就在这种情况当中 你必须兴起来 迎接这个挑战 你跟上帝说 上帝我要透过 这个挑战来成长 那很多时候呢 很多家长都使用 这个技巧 在孩子们的身上 很多家长都会去 挑战他们的孩子 去做他们不敢做的事 当他们教这些孩子 怎么样骑脚车 或者游泳的时候 有些时候 有些父母亲会这么做 哎呀 你不可以的啦 他们就是这种 幽默地说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是做不到的 有些时候你就看到 小孩子有什么样的反应 谁说我做不到 我让你看见我怎么做 这就是他们求胜的心态 我们每一个大人 也要有这样的心态 因为在我们的 信心旅程当中 有些时候 你会自己对自己 说我做不到的 有些时候 魔鬼会跟你说 你做不到的 可是你该说什么呢 我会做给你看 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而是因为与我同在的上帝 我们看路加福音 第一章第三十七节 因为在神 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不是叫你 跟周围所有的人来比赛 最基本的是 你要挑战你自己 因为唯有这样 你才会不断地成长 你挑战你的自我 跟我跟自己说 我不要像昨天的我 我不要像去年我在的那个地方 我要向前迈进 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件 第一个教训就是 小孩子 亦有一个求胜的心 可是这个好处 就是他们会不断地成长 那第二个教训就是 我们就看见 孩子是直接坦然的 但他们也是 无所畏惧的 那为什么他们 很坦然的是 因为他们无惧怕 我们常常在英语 有一个字眼 就是说 小孩子很敢说话 他们就是 同言无忌 谁都敢说 那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我们讲话就会比较婉转 小孩子不明白 他就直接问 为什么这个样子 为什么那个样子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他们会直接地 就问你这个问题 那些在 进行教会 一段时间的 你如果听见 我父亲的见证 你就听见 他诉说的一个故事 就是当他被 之前的教会 裁退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 在吸烟 他会偷偷地 跑去厕所里面抽烟 有些时候 在家中 我们知道 有些成员 有一些坏习惯 我们通常 不会正面地 去挑战的对方 我们会拐歪抹角 可是小孩子就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 我还没有出生 我爸爸就把 所有的 我的姐姐们 就召集在一起 他就说了 我们现在来敬拜 来祷告 我的大姐 就是宝恩 就转向我的父亲 她就问爸爸 爸爸为什么 你在厕所抽烟 你仔细地一想 这是非常直接的 他非常的勇敢 因为很多人 都不会这样做 尤其是大人 不会这么做 我们就会 比较不这么正面 地去问这个问题 你会问说 是不是一切 都没问题 你生活过得 怎么样 你明明都知道 他在抽烟了 你就不要直接 问他有没有在抽烟 可是小孩子 就非常的直接 他们非常的勇敢 那当然当中 可能有一些部分 是有一点幼稚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太直接 会变成一种冒犯 没礼貌 可是呢 在这个童真的方面 我们直接坦然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 知道我们的身份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可以勇敢 无惧 我要给你一个 正面的例子 同样的 我们使用大卫的生命 当大卫跟他的哥哥 有那段经历之后 之后呢 他就去跟国王 正面地说话 我们就来看 撒木耳纪上 第十七章 三十一到三十七节 有人听见大卫的话 就去告诉扫罗 扫罗便派人来召大卫 大卫对扫罗说 大家不要因 这个非力士人而上胆 让仆人去战他 扫罗说 你不能去 你年纪还小 他却是一个 酒精沙场的战士 大卫说 我一直替父亲放羊 有时候狮子或熊 会从羊群中 叼走羊 我会去追打他 把羊从他口中救出来 如果他起来攻击我 我就揪着他的胡子 把他打死 我曾打死过狮子和熊 这位受割离的费力士人 竟敢向 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 他的下场 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 我们来仔细看 这个大卫所说的话 非常的直接 勇敢无拒 不是他没有礼貌 可是在这个 这个时刻 他是充满着 他是非常的勇敢的 我们来看他对国王 说了什么话 他没有跟国王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如果你也可以的话 或者你去考虑考虑一下 派我去战这个费力士人 他不是这样 大卫不是这样说 他是这样对扫罗说 不要怕这个费力士人 让我来跟他对战 他就是这样说话的 非常的直接 他这么的无谓的 去跟扫罗王说话 那最后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37节 扫罗终于答应 对大卫说 去吧 愿约和华与你同在 他终于答应了 你知道为什么 大卫会这样 对扫罗王说话吗 因为大卫知道 他的上帝是谁 在上帝的面前 他的身份 就是上帝的儿子 那我可以想象 扫罗是对大卫说 你不能占 哥利亚是因为这些原因 大卫没有说 我不用怕 因为我很有智慧 我很聪明 我很有能力 大卫说的是 与我同在的上帝 会继续的与我同在 你知道这个 同样的是什么呢 同样的就是一个孩子 就是说 我去跟我爸爸说 你才知道 大卫是知道 他跟他的天父的身份 是什么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必须学习 像小孩子一样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长大之后 就会拐歪抹脚 我们就由于 不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不相信这些伟大的事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27到29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有两个虾子跟着他 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 虾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 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 主啊 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 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耶稣教导我们 照着你们的信 就给你们成全了 可是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有些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勇敢的信心 所以就是 我们不敢直接坦然 我们在教委会里面 常常看见 我们在俱代儿童呢 常常鼓励他们去祷告 尤其是为那些 得病的人做祷告 当我观察一个大人 做这个医治的祷告 跟一个小孩子 做医治的祷告 是非常不同的 你知道一个小孩子 怎么样做 这样的医治祷告吗 他们去那个人的面前 他们就把手 按在那个人的身上 他说 亲爱的天父 请你医治这个人 奉耶稣的名 Amen 一个大人是怎么样 做这种医治祷告的呢 我知道是因为 我也是曾经这样的祷告 主我知道 你是一个伟大的神 我现在呼求你的帮助 这个疾病是非常大的疾病 可是我们呼求你的怜悯 请你来医治这个人 我们是这样的祷告 我记得有一次 我为一个病人做祷告的时候 我是这样祷告的 主就算是没有医治的话 我祷告他们会 在你的当中找到平安 那就算是他们 这一生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请你帮助他们 这不是错误的 可是我关注的就是 这个医治没有发生 而不是相信它能发生 如果我们去问小孩子 为什么他们的祷告 这么简单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因为上帝说 祂可以医治 可是我们大人 就会把简单的事 变成复杂 把它变得越复杂 我们就越不直接 相反的我就是要跟大家说 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也敢在上帝的面前 坦然直接 我们就用这个地球上的例子 我们所有做家长的 有孩子的 当你的孩子 跟你出门的时候 看见冰淇淋 玩具 或者泡泡茶 他们去到那里 他们就指向那个东西 他们只说两个字 我要 你何时有听过你的孩子 爸爸妈妈 我有一个提议 这里有一个玩具 看起来好像很好 我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有一个投影片 要给大家看 如果这个要求 不是算太大的话 爸爸妈妈 你可以考虑买给我吗 没有 小孩子就非常的直接的 你知道吗 有一方面 你可能会说 这个很没有礼貌 可是这里 你学习一个 非常大的教训 你要记得的就是 孩子只有在父母亲面前 就是非常的直接坦然 他没有去跟陌生人面前 跟他们说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你为什么那么直接坦然 是因为你明白 你跟你的对象的关系 就好像在现场的每一个人 伟龙牧师也是一样 当你们遇见我父亲的时候 你跟他讲话的方式 跟我 跟他 跟他讲话的方式 很不一样 你会说 邝牧师啊 我在他们就 是一个非常不同的 这种交流 不是我不尊敬我父亲 可是因为当我明白 我跟他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交流的方式 就很不一样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说今天 我们必须要有童真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的儿女 而上帝对我们说什么呢 让小孩子们 来到我的面前 让我的孩子们 来到我的面前 你跟我都有 直接的这个 权柄来到 上帝的面前 我们必须 直接坦然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呼求他 我们要记得上帝说 照着你们的信 就成全你们了 所以我们看见 大卫怎么打败 哥利亚 就是照着他的心 而成全了大卫 而大卫呢 就是借着他的童真 他坦然地 呼求上帝 他知道上帝 与他同在 他跟扫罗王说 我愿意跟这个 非利斯人对战 而因为他的信 我们就看见一个 最伟大的圣经里面 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 所以这就是 我们的首两个教训 第一 我们看见小孩子 他们一心求胜 可是这个求胜心 会造成我们 不断地成长 第二 我们看见 他们是直接坦然的 可是他们会 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们 无所畏惧 所以我们每个大人 都要学习 再次的 无所畏惧 不单单只是 敢面对一个问题 而是勇于 呼求上帝 给我们大的东西 第三个教训 我们看见小孩子 就发现他们 精力充沛 可是那事实就是 他们背后 是兴奋激昂的 如果你的家里 有一些小孩子的话 过新年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吵闹 他们跑来跑去 一直在玩 他们就是精力充沛 可是我们要看 这个背后的 这个精力的背后 是什么 他们除了精力充沛 其实他们 非常的兴奋激昂的 他们为什么 这么吵闹 一直跑来跑去呢 因为他们很开心 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家人 都在那里 他们非常的兴奋 有这段时间 这就是每个大人 要回去的地方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们要 透视这个 单单只是精力充沛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年纪 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精力就少了一点 我们不像年轻的时候 一样充满活力 你其实可以 失去一些活力 那甚至是年轻人 也会失去这个活力的 可是你不需要 失去你的兴奋感 当我们看大卫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 对这些事 都非常的兴奋 你要记得我说的 就是他不属于 这个军队的 是他的父亲 叫他去派食物 我们就看见 在撒木耳纪 上十七章二十二节 大卫把带来的东西 交给负责 看守的人保管 自己跑到镇中 去问候哥哥们 这里有非常有趣的一句话 我们看见的就是 他把东西带来了之后 就放下 他就赶快跑去 问候他的哥哥们 跟士兵说话 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里 他非常的兴奋 他看到那里 有这些 就是有事情发生 他非常的兴奋 那如果我们继续看 第二十八节 我们就看见 他的哥哥发怒了 他的哥哥就对他说 你来这里 就只是想看打仗 的确啊 他是充满着 兴奋激昂的 他就想看那里 发生了什么事 就好像你带你的孩子 去这个动物园 或者是国庆日的时候 他们就想越靠近越好 看得最清楚的地方 是最好的 你就看见他们 很想跑去前面 是因为他们 精力充沛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们 非常的兴奋 你兴奋 不关乎你的年龄 如果你认为的 就是活力 或者经历方面 当然随着年龄 会改变 可是我们越老的时候 我们的兴奋感 不需要减少 这我们怎么样 应用在我们的 属灵生活 我们很多人 当我们是新的 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对很多 属灵的事 都非常的兴奋 我们读圣经 很兴奋 我们去教堂 很兴奋 我们就赶快跑去教堂 要做最好的位置 我们去小组 也非常兴奋 我们兴奋地服侍 兴奋地敬拜上帝 可是过了一段日子之后 过了一年 过了五年 过了十五 二十年 我们就觉得 好像没有当时的兴奋 我们前几次兴奋 是很容易做到的 可是我们必须 维持这样的兴奋 我们不要失去 这个兴奋感 而这跟你的经历 没关系 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常常就想到 我的父亲 很多人就对我说 为什么你爸爸 这么有经历的 我们都知道 邝牧师对吗 他讲道的时候 就跑左跑 又跳上跳下的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们记得邝牧师呢 就是在他四十岁的时候 开始教会的时候的样子 你知道吗 他明年就七十岁了 他七十岁了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大家吗 他老了 他是老人了 你每次看到他 讲道 他做教导的时候 他非常地跳来跳去 你没有看到他 回到家里 是躺直在沙发上的 你们没有看到 他在家中 是要有些时候 要睡一下子 不然他不能继续下去 当然对他的年龄来说 他是非常有体力的 可是跟他过去相比 他不算是有体力 如果你跟他说话的话 你看见的不是 他的这个经历 你看见的是 他的兴奋 你看到他是 对神的工作的热忱 你看见的是 他兴奋上帝 在做的事 所以这就是我的父亲 他里面就有这个童真 我们都知道 他很多年来 都用魔术 来去跟大家分享福音 如果你看见他 在家伟传媒时候的工作 你会看到他 自我陶醉 在他自己的魔术当中 那里的这些职员 都会有这样的笑话 你看 邝牧师又来了 他会走来走去 他什么都会去摸摸一下 他什么去 他道具去看看一下 他就看到一个 这个魔术的东西 就看他怎么样 去操作 他可以坐在那里 花几个小时 看着那个东西 他会表现这个魔术 给他自己看 然后他自己在那边笑 他就自我娱乐 然后他就来到我的面前说 保良 我来做给你看 他是充满着热忱跟兴奋 这是非常像小孩子 我们的小孩子 很喜欢来到大人面 说我做给你看 这就是我们需要 保留童真的部分 我们对于上帝的这些事 我们都要有这个 兴奋跟热忱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当我们刚刚开始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必须是 上帝能让我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白 上帝我现在老了 我没有像以前 十年前有那样的活力 可是你帮助我 不要失去这个热忱跟兴奋 让我不会失去 对于事工 还有你所做的一切 而失去我的兴奋 因为当我们失去 这个兴奋感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见 上帝要为我们做的新事 上个周末我提到了这个更新 我们来看上次分享的 以撒亚书第43章第19节 看啊 我要行一件新事 这事现在就要发生 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吗 我要在旷野 辟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上帝可以在我们当中 做一件新事 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错过 坦白地说 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精力而错过 而是因为这些事 不再让我们感到兴奋了 如果我们看第19节 那里是提到奇迹正在发生 在旷野开一条道路 在沙漠里面有一道江河 这不可能的事 可能正在我们周围发生 可是我们没有察觉 我不要来到这样的地方 我不要我们的教会 变成这个样子 当我们看见新事发生 我们没有察觉 我要我们成为一个 坚信的群体 要有这样的兴奋 不论我们的年龄 是大或者小 这整个教会都为上帝 所做的一切而感到兴奋 而让我们看见 神在做的新事 唯有我们 为着祂的工作而兴奋 才看得见 我们有一些人 可能就在挣扎 找到这个兴奋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来到第四个教训 所以我们现在来复习 第一个教训 他们一心求胜 但是求胜心 会让我们不断地成长 第二我们看见 小孩子直接坦然 他们坦然直接 是因为他们无所畏惧 他们无所畏惧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跟天父 他们跟父亲的关系 我们看见 小孩子精力充沛 那其实是他们 是兴奋激昂的 然后是第四个教训 我们看见 小孩子的时候 发现他们缺乏经验 但他们其实是 天真单纯的 这就是我们长大之后的 这些挣扎 我们越来越有经验 可是越来越不单纯 小孩子是非常缺乏经验 可是他们非常地单纯 记得刚才我提到了 小孩子做医治祷告的例子 他们小孩子做祷告 非常地直接 因为他们是非常地单纯的 上帝说他会医治 我相信 所以我就这样祷告 可是我们长大成人之后 我们越来越有经验 我们的经验就是 我们祷告过了 可是医治没有发生 我们经历的就是 我们的心碎了 我们看见这些失望 我们就失去了一些单纯 我们有一部分说 你要我做医治祷告 我就祷告 可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你就已经认为 可能不会发生 的确可能真的不会发生 可是不是我们来断定的 如果是上帝 呼召我去为那个人 做祷告 我就去祷告 可是我们就把所有的价值 都放在这个经验之上 可是我要跟上天父说 我要单纯 帮助我在我的思想 我的情绪上面 是单纯的 而不是要有很多的经验 尤其是不好的 我们回到大卫的例子 我们就看见在 撒末尔纪上十七章 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他跟扫罗直接的说话 大卫对扫罗说 大家不要因这个 非利式人而上胆 让仆人去战他 扫罗说 别开玩笑 你不能去 你年纪还小 他却是一个 酒精沙场的战士 有一些翻译就说了 你别开玩笑 扫罗其实是在说 是没有可能 没有机会 你能打败他的 这里扫罗在跟大卫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的事 你听我说 这个扫罗在用他的经验 可是大卫在用他的单纯 如果我们继续读 这段经文的话 他就会发现 大卫就跟扫罗说了一篇话 就说了这些熊跟狮子 来攻击他的羊群的时候 他就跟他们对抗了 你就看见 大卫在第三十七节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 非常单纯的话 耶和华曾经 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 拯救我 他也必从 非利式人手中拯救我 扫罗把他 个人所有的经验 都带出来 我告诉你 大卫 我吃盐比你吃米多 这个哥利亚 他年轻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 沙场的战士了 你没有可能 打得赢他的 大卫听了之后 他没有冒犯 他没有跟扫罗说 你说什么话 我可以的 你说他有力 我也很有力 大卫没有这么说 他单纯地说 耶和华曾经 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 拯救我 他也必再次地 从这个 非利式人的手中 拯救我 所以这里非常地有趣 不单单 扫罗王而已 整个 以色列军 都非常地 惧怕 哥利亚 而需要一个 年轻人 像大卫 这样的 来告诉他们 什么叫做 刚强壮胆 因为整个 以色列军 他们长大 他们变老了 他们已经忘记 怎么样去天真 单纯了 而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学习 怎么样来到 这个童真 我们经历了 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些痛苦的经验 它塑造了我们 可是我们不能 靠我们的经历 来塑造我们的内心 可是我们要 祷告上帝 帮助我们 要天真 单纯 我就听见了 很多人 对我说的这些话 尤其是我在 当了主任牧师之后 有些人对我 说的这句话 领袖们 牧者们 周围的朋友们 都对我说了这些话 你不知道的啦 我告诉你 这就是将来 会发生的事 他们可能说 你可能这样 现在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生命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记得有一个人 曾经说出这样的话 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 他对我说 你要小心 你相信的人是谁 我说保留你 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在这生活里面 有些人会出卖你的 你不要把信心 放在这些人的身上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我知道 当然会有人会出卖我 可是不论 发生多少次的出卖 我还是会选择 去信靠 相信那个人 我还是要选择 相信的人 就算是他们伤害我 不是因为我是笨蛋 我很喜欢经历痛苦 而是我要 而是我要 有这个天真 单纯的 这个童心 在我的身体 我不要因为 这些经验 来塑造我的人格 因为如果我们 是靠着这些经验 来塑造我们 我们就会错过 上帝要做的心事 耶稣说了 如果我们不像 小孩子一样 我们不能进入天国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话 如果你记得 我上个周末 所说的关于更新 刚才我们提到了 19节 现在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第43章 第18节跟19 耶和华说 不要想念过去 不要留恋往事 看啊 我要做一件心事 这事现在就要发生 难道你没有 察觉吗 我要在旷野 辟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不要想念过去 不要留恋往事 这些过去呢 不单单只是坏事 也包括那些好的事 就是我们生命 所经历过的 一切的经历 上帝的话语说 忘记这一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的人呢 就是被我们的经历 而挟持了 我们以为是靠着经历 才能推动我们进步 可是上帝没有说 让那些有经验的 来到我这里 他们才能进天国 他说除非你像小孩子一样 你是不能进入天国 到底要像一个小孩子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要天真单纯 我们必须这样的 来到天父的面前 几年前有一位牧师 来到我们的教会 他说了这句话 神要你活在 现今的启示中 而不是过去的经历中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 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就困在一个地方 我们是受到 经验的塑造 我们就完全地 被困在这个陷阱当中 可是我们必须 超越这一切 我们跟上帝说 上帝你帮助我 天真单纯 你如果呼召我去 我就去 我相信你与我同在 我们的经验 会给我们很多借口 为什么我们不该去做 可是单纯会让你找到 唯一的理由 为什么要去 就是神与我同在 这就比任何那些 不好的经历 来得更重要 所以今天就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四个教训 从小孩子身上 学到的四个教训 第一我们看到 他们一心求胜 可是这个求胜心 造成他们不断地成长 第二我们看见 他们直接坦然 他们会直接坦然 因为他们无所畏惧 第三我们看见 他们精力充沛 但事实是 他们在对 所发生的 就是兴奋激昂 最后我们看见 他们虽然缺乏经验 可是更珍贵的 就是他们 天真单纯 今天我们必须 从小孩子身上学习 我们必须 像他们一样 我不是在说 我们要像他们幼稚 我不是说 我们要返老还童 我不是说 我们要返老还童 我不是说 你的打扮 要变得 比较年轻 但是有一个 童真的信心 就是让你知道 你是天父的儿女 我要带大家回到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 你们接受的圣灵 不是使你们做奴隶 人就害怕 而是使你们做儿子 可以称上帝为 阿爸父亲 你和我不是奴隶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称他为父亲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个人 要有这个童真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童真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在这段季节 我们在提到 向前迈进 我就记得上帝 给我的经文 当我成为主任牧师的时候 以福所书第三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上帝的能力运行 在我们里面 能够丰丰富富地 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愿祂在教会中 在耶稣基督里 得到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能做的一切 他告诉我们的 就是上帝 所能做的是 超越我们 所求 所想的 我们唯一能去求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份 是上帝的儿女 就如我刚才分享的 我们不会去 陌生人面前 直接坦然地问 或者是那些 你叫他们 帮助你做事的人 跟你自己 跟你父亲的 这个要求 是非常地不一样的 神在神的话语当中 雅各书第四章二 到三节 说了这些话 你们得不到 是因为你们 不向上帝祈求 你们求也得不到 是因为你们的 动机不纯 只求享乐 和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里我们要学习 要向上帝祈求 有一位牧师 曾经说了 关于成为 上帝的儿女的 一句话 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应当像孩子 找父亲一样 当然必须 存着敬畏的心 但我们也应 带着小孩子 只般的信心 和单纯 一个小孩子 来到父母亲 面前呢 是靠着简单的 单纯 还有信心 来到他面前 我们也要 同样的方式 来到我们的 天父面前 一个孩子 知道他们 可以从父母亲 那里要求 一个做子女的 敢向自己的 父母亲 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 回到这个地方 今天 不论你的年龄 大或小 我们必须学习 像一个小孩子 因为上帝 称呼我们 为他的儿女 我结束之前 要跟大家分享 一段美丽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 第七到十一节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许见 扣门 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着 寻找的 就许见 扣门的 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 谁有儿子 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 拿好东西 给儿女 何况你们 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他的人呢 这段经文的重点 就是神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地上的父母亲 都懂得 怎么照顾 他们的儿女 那完美天上的父 就会更好地 去爱他的儿女 我们可以呼求 可以扣门 可以祈求 可是我们会这么做 要预先知道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我们活在的 当今社会呢 每个人都要快速地成长 我们要赶快脱离 我们的童年 要自主 可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却说 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必须 继续像小孩子一样 继续地成长 我们无所畏惧 我们兴奋激昂 最重要的 我们天真单纯 今天这就是上帝 要对我们说的话 祂要我们跟小孩子的身上 从他们身上学习 那我知道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 从来没有回应过福音 我们结束聚会之前 要给你一个机会来回应 这福音就是我们今天 简单地分享 你被呼召成为神的儿女 上帝要你完完全全地属于祂 祂奇妙地创造了你 祂今天呼召你回家 这世界很多的人认为 他们的存在是一个意外 可是上帝说你不是 如果你是一个意外 上帝不会这么地爱你 可是祂非常地爱我们 因为我们不是意外 我们不论生命发生了什么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都 我们就沦陷于罪的当中 所以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什么的影响 罪是我们与神隔离 而上帝不要我们跟祂隔离 所以祂做了一切 呼召我们回归向祂 那虽然我们不断地要逃离 离开上帝 我们仔细地看圣经的话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人 不断地离开上帝 可是上帝的爱 一直追寻着他们 而上帝祂爱我们 表现出了一种极端 我们就看见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十六到十七节 神的话语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赐给世人 祂爱世人 祂爱你爱我 祂派祂的独生子 独生子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那因为这样 耶稣就承担了我们的罪 而跟我们交换 我们得到了祂的公义 祂使我们成为公义 让我们能恢复到 上帝的面前的关系 耶稣自愿地与神隔离 让我们有机会能回归向祂 就是因为我们对上帝 是那么的珍贵 也就是为什么上帝 愿意不惜代价 任何做一切的事 让你成为祂的儿女 今天我知道 今天我知道 有很多的父母亲 都愿意为你的孩子们 而舍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听这句话 上帝的确地 祂摆下了 祂的儿子的生命 为了就是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那是祂的独生子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就对上帝 是那么的珍贵 今天我要给你 这个机会来回应 我要邀请大家 闭上我们的眼睛 低下我们的头 接下来 伟龙牧师 会带领我们 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是特别 为那些 从来没有回应 福音的人而设计 你从来没有宣告 主耶稣成为你的神 你的救主 你从来没有做出 这个决定 要一生地跟随祂 今天我们要帮助你 开始这个旅程 如果你今天 要做出回应 伟龙牧师 会带领你 做这个祷告 他会开声 一句一句地 做这个祷告 你如果要回应的话 你就跟着他 做同样的祷告 一句一句地 做这个祷告 我要所有的基督徒 也参与这个祷告 让没有一个人落单 所以现在 每一个人的头 低下眼睛闭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感谢你 今天儿童节的周末 我听到这篇道 亲爱的耶稣 我要感谢你 你为我而死 让我能得到救赎 让我能得到救赎 主耶稣 今天我要邀请你 进入我的心 成为我的神 成为我的救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让我能成为 神的儿女 我这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的眼睛继续地闭上头 继续地低下 我知道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第一次做出回应 如果这是你的话 我们要这样做 接下来我会数到三 我这次数到三 我要你自己 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这个祷告 我们不会带领你 你会自己 做这个祷告 可是这个祷告 非常地简单 我会给你这些字眼 我有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你 自己做这个祷告 因为我们不要 你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有一个牧师 或者一些基督徒 带领你 所以上帝才听你的祷告 我们要你知道 上帝祂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祂的创造 所以你只要说这些字 神请你让我经历你 神请你让我经历你 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就自己做这简单的祷告 我要你知道 上帝听得见你的声音 而你接下来 会很奇妙地经历到上帝 或者刚才你没有 跟伟龙牧师 做刚才的祷告 可是现在你知道 你必须做出回应 你现在也同样的可以借着这祷告来回应上帝 我数到三 你跟神说 神请你让我经历你 我现在要数了 一 二 三 主要我要为每一个做出回应的来祷告 我祝福你们 每一位都知道神与你同在 他说 你在上帝的眼中 是珍贵的 你是祂的儿女 他说 我爱你 你不是一个错误 不是一个偶然 而神的话语说 你是上帝精心地杰作 祂应许你 祂必不撇下你 必不离开你 我祷告今天 当你敞开你的心 你会真实地经历到上帝的真实 我们祝福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现在可以抬起头看这个荧幕 我知道刚才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做出回应的 如果刚才是你的话 我要对你说这些话 我们说到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如果你刚才做出回应呢 你现在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一个婴孩需要一个家庭 一个社群群体帮助他成长 那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家庭 来帮助你成长 我们非常开心 成为你的属灵家庭 来帮助你成长 所以刚才如果你做出任何的回应 我们要你去 这个荧幕上的这个网址 你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然后去跟我们做联系 因为我们对成为你的属灵家庭 是非常地认真的 今天你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非常地喜乐 可是我们其余的人结束之前 我们要来敬拜 我知道上帝今天呼召我们 要有这个童真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要 不断地成长 我不是叫你去跟 旁边的人比赛 可是最基本的 你要挑战你自己 让你不会停滞不前 有些人 我们必须找到 这个无所畏惧的心 我们是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跟上帝是非常地 直接坦然的 你跟上帝说 上帝你开派我吧 你使用我吧 我们有这个勇气说 上帝你呼召我去哪里 我就去 那有些人呢 我们就回应了 我们就尝试了 尽一切的力去做 可是过程当中 我们就受伤 我们就失望了 那今天你听到呼召 挑战我们前进 你就有一点害怕 这种恐惧是非常地真实的 可是我要你知道 上帝也同样的 那么地真实 而他超越这些问题 我们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现在老了 我没有那么多的 活力和体力了 这一切都不重要 我们如果看圣经 没有一个年龄的 这些人 有一个特别的年龄 就是可以在这个信息里面 有独裁 没有一个年龄 是上帝特别拣选 使用的这个年龄 有很多的神使用的仆人 他们都是在年老的时候 上帝使用他们 你可能没有同样的经历 可是你还是可以 有这个兴奋的心 我们当中有些人 可能很有经验 你成为一个领袖 很多年了 你成为基督徒很久了 你可能说 我不知道一切 可是我知道挺多 可是今天你必须做的 就是回到上帝面前 跟上帝说 上帝我需要 这个天真单纯 我们要忘记 过去的事 好的跟坏的都遗忘 让我们能察觉 神在做的心事 这个儿童节周末 神对你说 你不是奴隶 你是我的儿女 我们一起起立 我相信我们当中 每个人都要做出 不同的回应 我们要敬拜上帝 如果你在出外中心 你可以叫你旁边的人 为你做祷告 或者你可以举手 你招手我们的同工牧者 都会来到你的旁边 如果你在线上观看这个视频 你可以把你的祷告 需要放在这个聊天室 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上帝说 我们在信心上面 要有一个童真 我要活出一个真正 像天父爸爸儿子的生命 所以我们来敬拜上 我们来回应祂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圣灵主在我心 圣灵主在我心 我相信耶稣 universal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舍君王 我清白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常乎万民之上的名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舍君王 我清白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常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们不再次宣告 我相信 我相信 天赋创造世界 我相信 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 圣灵主在我心 赐给我 宝贵极大能力 我们高举双手 我们宣告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舍君王 我清白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常乎万民之上的名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舍君王 我清白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常乎万民之上的名 常乎万民之上的名 是使你们做奴隐 人就害怕 而是使你们做儿子 可以称上帝为 爸爸 父亲 圣灵亲自与我们的心 一同见证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主 我为每一个教会的人 祷告 主 我们的心 有这个童真的信心 让我们继续地 不断成长 让我们勇敢无惧 让我们充满 对祢的兴奋 无论我们生命 发生什么事 让我们有这个天真单纯 让这个教会能前进 做祢要我们做的事 我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上帝 教会上帝对你们说 我爱祢我的儿女 主 我们感谢祢爱我们 奉耶稣的名 我们一起来鼓掌给主 赞美主 你帮助我做一件事 你转向旁边的人跟他说 你是上帝的儿女 在家中的每一位 你们是上帝的儿女 神祝福你 有一个美好的一周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